随着制造业发力,我国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,期间各种新型武器装备层出不穷,不仅让人们为之惊叹,更让国外媒体对我国发展保持着高度关注。 而近日港媒就在报道中指出,俄罗斯媒体前不久揭露了我国一个秘密。 近日俄媒报道称,我国已经测试了S-400防空导弹系统,并且成功击落了一枚速度达到8.8马赫的导弹目标。 此消息一出便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。 港媒援引军事专家宋忠平分析称,俄媒此次公开这个消息,或许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推销S-400。 作为俄军目前最先进的防空装备,S-400已经得到了多个国家的认可,而我国就是该防空导弹系统的首个马家。 此前,俄罗斯专家卡申表示,对中国出口的S-400是射程高达400公里的重型导弹,而这种导弹系统可以扩大中国的打击范围。 近日,我国也对于这个事情做出了回应,据吴谦大笑表示,我并不了解这方面的事情,而这罪面中的意思让普遍网友认为,我知道,但就是不告诉你。 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,S-400的性能是极其强悍的。 更重要的是,我国的防空系统并不仅仅是依靠于S-400。 在今年诸海航展上,航天客攻集团就有推出三种已经形成战力的防空系统,而这些防空导弹系统更是组成了远、中、近三层防空体系,让一道密不透风的天网由此形成。 此外,红旗系列防空导弹还构成了我国地空防空导弹的主题。 在1965年,红旗1防空导弹仿制成功以来,经过岁月的洗礼,已经逐步形成了战斗力,为我国创造了许多辉煌佳季。 而这也难怪,为何此前俄方称我国还会购买S-500防空导弹系统的时候,会有这是把中国当作接盘侠了吗的声音。 此前,美媒已在报道争称,美军已经处于危险时刻,要预期飞机数量不足,以至于飞行员的信念时间要少于中国,而且还有大多数战机都无法穿透敌方的防空系统,就拿美国的A10、波音F15、多马F16来说,都难以抗衡中国当前的高端防空系统。